这部剧让神探夏洛克险些跌下神坛 也让众多网友狠批他毫无上进行 因为他技技评分都在9.3分 一个女孩诡异的死在了麦田纸上 像极了宗教色态浓郁的杀人仪式 可那背后的真相呢 居然看过他的所有网友直呼 原来这就是一场让人瞠目结舌的谋杀案 故事开始于三起小的不能再小的盗窃案 他们分别是教堂丢了钱 农场主丢了马 博士家里有几个小古董被偷了 然而就是这么三起看似不相干的小案子 却引出了一桩神秘名案 也同时指向了一个人 那就是徘徊在教堂附近的隐君子少年 因为他用来注射的针落在了教堂 农场主看到他游荡在农场附近 还有博士的女儿则说 有人向屋子里偷窥他 但摩斯怎么也不会想到 丢尸的白马却让他意外看到了一个 已经没了生命体征的小女孩 而这个小女孩呢 正是城门警局寻找数日无果的 失踪女孩安科比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让摩斯意想不到 案子也走向了黑暗面 那就是城门警局的督察贾德 就因为女孩是幼童 便认定凶手只是寻常变态 根本不是啥特定仪式的杀人 但摩斯却有不同的见解 首先就是抛尸地点 电线塔经常会有工人去维修 寻常变态怎么可能会在杀人后 大胆的把尸体放到这么醒目的地方呢 还有随身物品 他失踪前是戴着蓝色发带的 但现场却并未发现 还有就是他的书包一不见了 而收藏使者贴身物品 就是大多数连环三日犯的 显著特征 再加上三年前 就曾发生过类似的案子 当时的受害者艾米丽 同样是在放学后 回家途中不见了中影 但不同的是 艾米丽至今下落不明 生死未博 可身为巡警的摩斯 却只能偷偷地进行暗中调查 不能直接参与 所以便等甲哥走后 才偷偷又返回了现场 并从法医德布林口中得知 女孩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24小时之内 她头骨跨步都有瘀情 但死因却不明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女孩绝对没有被侵犯过 看到这儿 兄弟们就想问 摩斯不也是警探吗 为啥还要偷偷摸摸的呀 原来啊 就在摩斯探长前传的上一集中 摩斯所在的牛津警局被迫停业了 所有成员四散东西 可基本都被降了职 而我们的大侦探摩斯呢 因为不会为人处事 被贬为了最低级的巡警 唏嘘的胡茶 证明了他过得并不开心 好了 我们回到案子本身 此前三起盗窃案的重点嫌疑人 尹君子少年阿尹 在教堂附近被摩斯抓了个正着 安科比的书包竟然也在他手上 难道他就是杀害安科比的真凶吗 但阿尹却一口否认了 声称书包只是他捡来的 可以往的履历 却让他白口莫辩 因为这货是警局的常客 不仅偷窃成瘾 他父亲更是个杀奇狂徒 咋个事呢 原来阿尹的父亲杀奇一案 正是当年的星期四探长 正办的 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影子 自然也就深深的刻在了他身上 贾哥看他有这黑料 便疯狂的想办法 想要快点让他认罪 这是黑警们的一贯作风 而另一边的摩斯呢 因为不想冤枉一个好人 更不想放走一个坏人 便私下打听起了阿尹的情况 教堂牧师说 阿尹没钱没家人 看他可怜便在几年前 介绍他去附近的农场工作 但没过几天 他就被解雇了 原因很简单啊 他叫阿尹 脸总是一抽一抽的 农场夫妇 怕吓到他们年幼的孩子 便解雇了他 不过好心的夫妇 还是帮他介绍去了 另一家农场工作 正好就是丢马的那家农场 说着便以孩子哮喘 发作为由 跌跌撞撞的开车离开了 而来到丢马的农场呢 农场主则也表示 他举止怪异 所以也辞退了他 而从那之后的阿尹 便住进了无业游民的天堂 地下村 哦对了 农场主还透露 自己和阿尹的父亲 曾一起上过学 非常要好 直到他杀死妻子 说起阿尹 这孩子也挺可怜的 刚出生就没了父母 来到地下村 摩斯在阿尹 住出的地板下 发现了一些针管 还有一本笔记 看来阿尹一直在收集 他父亲的点点滴滴 可另一边的阿尹呢 却在毒瘾发作后 趁乱从医院逃跑了 巧的是阿尹前脚刚走 村子里举办的儿童节上 就又有一个小女孩 失踪了 有目击者声称 女孩是一个被戴帽子的男人 开车带走的 并且星期三长 还在阿尹的住处地板下 发现了一个蓝色发带 号假 阿尹的出逃 失踪女孩 蓝色发带 一切都表明 杀人的变态就是阿尹 可奇巧的是 摩斯可是先一步 搜查了阿尹的家 同样是在地板下 摩斯却没有看到蓝色发带 啥意思 说白了就是有人栽赃陷害 而星期四探长也回想起了当年 阿尹父亲的杀妻一案 本没有任何进展 他父亲也一直在高喊冤枉 但星期四探长的助手 却突然在案发现场附近 马桶水箱里 发现了一个沾血的锤子 因此才坐实了阿尹父亲有罪 现在想想 星期四探长同样是先寻查了马桶水箱 根本没有锤子 难道阿尹的父亲也是被栽赃的吗 可星期四探长却没有挑明一切 只是云里雾里的指责了一桶 假格的行为 原因很简单 星期四探长还要养家 不想失去这份工作 看来这一次的摩斯只能孤身一人寻求真相 他看着阿尹父亲的犯罪记录 想起了农场主曾说过 自己与阿尹父亲非常要好 经常会去教堂后面偷偷吸烟 甚至会把剩下的烟藏在教堂的隐秘之处 突然摩斯想到阿尹父亲曾是一名推销员 那他一定有装推销产品的箱子 但犯罪记录上却没有记录任何与箱子有关的记载 也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有箱子 那箱子一定没有被警方发现 果然摩斯在教堂的隐秘之处发现了陈年眼皮 还有一个金属箱子 但同时也发现了阿尹的尸体 他因为服用了过量的违禁品丧命于此 而这个箱子呢也解开了星期师探长的疑惑 阿尹的父亲并没有被冤枉 他真的是杀其真凶 但当年的那把锤子 却是星期师探长的助理伪造的 现在阿尹死了 甲哥可以顺理成章的 把安科比一案扣在他的头上了 但摩斯却心知肚明 阿尹一直都不是他心中的那个嫌疑人 因为根本没有确凿证据 所以不能定论 摩斯看着四周女孩安科比的照片 突然想到 警方似乎遗漏了最关键的一环 也是破案的第一步 那就是安科比失踪当天的行踪轨迹 好家伙 这么低级的错误 明白着就是没好好破案呢 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找替罪羊 尽快结案领赏 这才是城门警局的真正目的 对安科比失踪当天 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拍照活动 摄影师对安科比记忆深刻 因为他在拍照期间一直在看书 原因是这本书马上就要归还给书店了 他必须争分夺秒的多看几眼 来到书店 管理员也清晰的记得 安科比当天来过 还完书又借走了十本 可在之前找到的书包里 摩斯却只发现了三本书 那剩下的一本去哪里了呢 摩斯模拟了安科比 从图书馆回家的多条路线 最终在一处急转弯的路边 发现了已死的那本书 而此时的摩斯也终于捋清了 整个案子的来龙去脉 原来从一开始摩斯就想复杂了 这根本不是什么宗教色彩浓郁的杀人仪式 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意外 安科比在接完书后边看边往加州 正好路过了这条急转弯路 他没有看路 司机也没有看路 这才迎面撞上了他 那么撞人的司机又是谁呢 摩斯发现了一张残缺的实习司机的标牌 还记不记得最开始摩斯去见的农场夫妇 对就是这个女人 她开的车上正好剩下了一半 面对摩斯的质问 女人也终于说出了实情 那一天是她拿到驾照的第一天 开心的她摆动起了收音机 这才造成了那场交通事故 但起初女孩并没有死 而是昏迷不醒 她很害怕 并直接将女孩带回到了家中 希望丈夫能救醒小女孩 让一切神不知鬼不觉的过去就好了 因为自己的女儿患有重病 不能没有妈妈照顾 但安科比却在几天后 因为丧事严重 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就像他们没有第一时间 送小女孩去医院一样 女孩死后 夫妻俩依旧没有报警 而是用自己的方法 去弥补罪恶的良心 那方法是啥呢 就是尽可能让女孩早点回到父母身边 两人为安科比整理好妆容 戴上花环 放在了经常有工人去维修的电线塔下面 但那一天的维修工 却掠过了那处电线塔 夫妻俩怕时间过长 会让小女孩的遗体有损 便连夜偷走了别人家的马 这样一来 警方肯定会搜寻那一带的田椅 也就顺便发现小女孩了 随着星期四探长在车上 找到了女孩的蓝色发带后 证实了夫妻俩的罪行 同时也坐实了贾哥栽赃阿印的行为 但摩斯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还有两个小女孩 至今下落不明 然而就爱摩斯看着此前 城门警局为了寻找阿印的踪迹 设下路障时 从博士车里缴获的照片后 摩斯似乎想起了什么 那些博士口中说的古董照片 里面有猫腻 因为这些照片根本就是近期照的 博士家的摆件出现在了照片上 照片明显是被做了做就处理 果然在博士家中 警方发现了儿童节上失踪的女孩 还有此前和摩斯说话的女孩 也不是博士的女儿 而是已经神志不清 三年前失踪的艾米丽 原来博士有严重的恋童癖 靠绑架拍照来满足自己的变态欲望 就此三七女孩失踪案成功被摩斯破获了 她也得意有机会 在斯特兰奇的举荐下告别了寻警工作 回归到了警长之类 但很明显 摩斯之后的破案道路肯定不会顺利 因为城门警局是假的的地方 黑警泛滥的地方 如果你喜欢江江熊解说的视频 还请多多点赞收藏分享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本期点赞超过十万 我将会在三日之内更新摩斯探长前传的下一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